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刚才我们这个故事啊 是从一个生态评开始的 从小小的这样一个生态评开始了 那么其实我们在想这样一个问题 生态是什么 其实刚才我看了三位 造就赛年的这样一个基本的演讲 我觉得他们都演讲得非常好 比我们老师都讲得好 所以我感觉小朋友他们有无限的创造力 而老师却是把很多东西都被束缚了 那么今天的话 我们就来想一起来分享一下 从小鱼瓶到大生物圈 我们来讲讲生态系统 但是是一个非常简单的 就像小朋友刚才已经介绍过的生态系统 那么更重要的是 我们今天想一起来探讨 怎么去发现一些重大的一些规律 一些真理 那么故事还是从我们的小小生态评开始 我是卢宝荣 来自于复旦大学生命科学学院 刚才我们看到了 小小的生态评 里面包罗万象 小朋友也讲到了 生态评里面 我们要放点水 要放点泥土 要有植物 还要有动物 那么这样一个小小的世界 它就变成了生态瓶 而且这个生态瓶的话 它是像生物控的筋骨棒一样 它可以无限地缩小 缩小到一个小小的生态瓶里面 它也可以无限地扩大 从小小的生态瓶 变成一个湖泊 变成一座森林 变成大海 甚至包括地球上的生物圈的 所有的生命和非生命的东西 所以说第一个概念 我们想给大家一起分享的 生态系统 它是可以变化的 从小可以变到大 万变不离其中 这是我想讲的第一件 那么第二点的话 想跟大家一起来分享 生态系统需要和谐 需要稳定 刚才小朋友特别有意思地讲到了 如果我们某一种东西加多了 那肯定是不行的 某一种东西太少了 那也是不行的 因为它是一个和谐的体系 因此的话 我们一起来看看 这个生态系统 它有什么重要的元素 其实呀 我们刚才讲到 一个和谐的生态系统 它包括了几个基本的元素 第一个元素 就是它的生产者 第二个元素 叫它的消费者 第三个元素 叫做分解者 那么生产者的话 就是所有的植物 因为它们不断地生产 不断地生产 人家不断地在吃它 来不断地吃它 是吧 那么植物 各种各样的植物 它通过光合作用 以及其他的这样一个过程 把土壤的营养成分 把太阳光的能量 把它构建到植物的身体里面去 让它变成了我们的 吃的食物 物质 或者是变成了能量 这就是我们讲到的生产者 那么消费者是什么呢 消费者就是一些动物 各种各样的动物 有吃肉的动物 也有吃植物的动物 那么由这样一些动物的话 组成了我们第二个大的方面 叫消费者 那么除此之外 我们还要需要 这个叫做分解者 分解者的任务 就是把生产者的尸体 把消费者的尸体 都把它重新消化了 把它分解了 把这些能量 和把这些物质 重新再回到土壤里面 再来进行生产 新的生产者 所以这个系统 就产生了一个非常好的循环 那么有这样一个好的循环的话 那我们的生态系统 就已经就很稳定了 刚才小朋友也讲到了 我们水加草了 鱼就会浮上来吹泡泡 是吧 所以看来 在一个生态系统里面 要靠大家去维护 大家去保护 如果是 某一种东西太少 它就会达到一种不平衡 所以刚才我们通过 这样一个讲解 还有跟小朋友 刚才讲到的一些内容的话 我们可以看出来 生态世界 自然的世界 它们是多么的 这个有趣啊 它中间有太多的秘密 需要我们去探索 需要我们去思考 需要我们去挖掘 既然这个生态系统 它有这么多的秘密 那么我们作为小朋友 我们作为家长 我们就可以帮助小朋友一起 让我们一起来探索这个秘密 只要把我们一些 把他们的秘密探索出来了 把这样一些科学的真理 科学的规律 把它真正搞清楚了 那么我们就可以 很好地保护我们的环境 而且的话 有了好的环境 我们就可以让我们的生活 更美好 所以说这就是生态世界 给我们带来的一些故事 对吧 那么其实刚才我们听到了 博威小朋友 他讲到了 在生态品里面 他看到一些现象 比如说刚才讲了 水少了 这个浮出水面的鱼 虾就会出来吐泡泡 水草过多 那就是我们的生产者过多 对吧 那么它鱼就会受到一些限制 对吧 它的空间就会受到一些限制 那么还有他讲到的 非常有意思的 叫做 这个弱肉强食 是吧 所以我们想到了 大鱼吃小鱼 小鱼吃虾虾 虾虾吃更小的虾虾 更小虾虾没得吃 就吃泥巴 对吧 所以这就是我们刚才讲到的 这个生活的所谓法则 这个法则就是一种 所谓的食物链的法则 那么其实的话 我们刚才讲到了 小朋友 我们刚才三位小朋友 其实他们都提出了 非常好的问题 是吧 第一位小朋友 讲到了父母亲的 他对父母亲的爱 特别是看到妈妈的高跟鞋 穿起来不方便 他感到非常的心疼 怎么来解决这个问题呢 这就是一个问题 我们第二位小朋友的话 看到了我们的中小学生 甚至幼儿园的同学 他的学习负担太重 于是他做了一个问卷的调查 就表明他关心社会的一些现象 我们第三位小朋友的话 他看到了生态瓶 因为他喜欢各种各样的动物 是吧 看到了生态瓶 而且他还发现了一些 刚才我们讲到这样一些 相成相关的这样一个制约的关系 对吧 所以这些都是非常非常有意思的 那就表明什么呢 表明大自然它有自身的规律 社会它就有自身的规律 父母亲 小孩 他们有他们自身的这种爱 也有一种规律 对吧 所以说去探索这样一些关系 探索这样一些规律的话 那实际上我们就会解决很多的现象 所以刚才讲到 其实我们所有的现象 所有的科学发现 都是首先看到了一个问题 刚才我们两位老师也讲到了 提出科学问题 提出问题本身是非常有意思的 万事万目都有一个基本的规则 到底它们怎么运行的呢 它背后的原因是什么呢 那么如果你把这些原因 把它解释出来 那你就有科学的发现 那么现在我们一起来动动 这个开开脑洞 我们提出了一个问题 第一个小问题就是 生态坪里面的这个水减少了 那这个水上哪里去了呢 我们小朋友 猜一猜 好 小朋友 哦 好 你看 有三个不同的小法 给他一点鼓掌 讲得太好了 是吧 我们讲少年墙 中国墙 对吧 我们再次给他一点鼓励 确实刚才讲得非常好 是吧 刚才我们讲到了 小鱼小虾可以吃水 那么水草还有吃水 是吧 其实还有一个 就是它挥发掉了 对吧 我们经常讲 氢二氧 是吧 水叫做氢二氧 它是由两个氢原子 和一个氧原子 共同组成的 对吧 那么它还有三种不同的形态 它可以变成气态 是吧 挥发掉了 它可以成为水的这个状态 同时的话 它可以变成冰 那么是什么原因 在导致它变成气 或者是变成冰呢 液态的水 温度升高以后 它就变成气了 是吧 这个当它温度降低的时候 它就变成水了 变成冰了 所以在这样一个状况下的话 所以说水是可以改变的 水是变的 所以这个是我们刚才 第一个脑洞 我们已经解决了 是吧 那么现在我们来一起来看看 第二个脑洞 那么我们在问 我们平时看没看见个月亮啊 看见了 而且你感觉的你也走 月亮也跟着你走 是吧 其实月亮它会不会掉到地球上来呢 不会 所以说月亮它永远围绕着地球 在这样旋转着 所以说我们的第一个问题就是说 为什么月亮总是围绕着地球在转 还有第二个问题 到了秋天的时候 我们到果园里面去 我们看见了苹果 没有被我们的叔叔和阿姨摘下了一些苹果 它就会怎么 它就会掉到地上 对吧 为什么苹果成熟了 它会掉到地上 它不飞到天上去呢 这个是第二个脑洞啊 第三个问题 我们看一看 这个雪花 冬天的时候下雪 它总是雪花飘飘是飘到地上来 从来没有说雪花飘飘飘 跑到这个月亮上去 或者飘到更远的地方 是吧 那么大家脑洞开一开想想 为什么会出现这个道理啊 我看见我们一个小朋友在举手了 是什么原因 哦 有引力 这位小朋友刚才讲的 讲得非常好 而且这个引力的话 还有一个名字叫做万有引力 是吧 大家互相吸引着 是吧 所以说就是由于这样一个万有引力 才把那个苹果 是吧 引到掉到地上来了 才把那个月亮 吸引着永远围绕这个地球来转 才把地球 吸引着永远围绕这个太阳来转 是吧 这就是万有引力带来的效果 但是这些东西实际上都是从问题开始的 我们问了这样一些问题 大家知道 这个问题是被谁解决的 牛顿 对啊 而且牛顿的话 它不将是把这个力量给它找到了 而且它还用一个公式把它描绘了出来 我从这个可以看出来 一切都是由问题而开始的 那么今天的话 我特别想给小朋友介绍两个科学家 小小的科学家 一个叫做浦音草博士 另外呢 一个叫泡菜博士 小朋友也许会问 哎呦 这些泡菜博士 这个浦音草博士 他们多么厉害啊 我要告诉你们 他们都是小学一 二年级和三年级的同学 而且他们在全国的 生物学的创新大赛上 都获得了一等奖 对吧 都获得了一等奖 他们怎么获得了呢 他们从什么地方来提出这个问题呢 好 那么我们第一个浦音草博士 他最关心的问题就是说 为什么这个牢笼 这个虫一飞进去 就把它关上了 是吧 就把它摇死在里面了 对吧 但是如果是一个小石头掉进去 一个小草掉进去 它从来不关 对吧 后来它就通过仔细地观察 我们知道 这个浦音草啊 如果是有个东西在里面动 它就知道 重来了 赶快关 于是就把它抓住了 对吧 你看看这个发现 多么地有意思 所以小朋友 他提的问题有意思 他挖掘出来的 他展现出来的科技发现 就非常有意思 那么第二个小朋友呢 叫泡菜博士 那么泡菜博士 他关心什么呢 原来他关心一件事 他不喜欢 这个泡菜里面放着 防腐剂 商店里面买的泡菜 都放了防腐剂 于是他就问他的爸爸妈妈 我们能不能够 用家里面的佐料 来代替防腐剂 是吧 于是他就做了很多实验 通过实验的话 他就发现 用大蒜 用大蒜 来代替防腐剂 可以起到同样的效果 让那个我们的泡菜 家里面做的泡菜 它能够至少保鲜到 20天以上 对吧 因为他们这个问题提得好 因此他们获得大奖 为什么这两个小朋友 刚才说成功了呢 我们小朋友也一样可以成功 只要我们找到了这个秘密 秘密就是他们提出了 有趣的科学问题 提出了有价值的科学问题 是吧 第一个问题 从科学上来非常的有趣 第二个问题 从实用价值上来 它也非常有意义 是吧 于是他们就获得了奖 那么当然我们也讲了 这个科学研究 非常的重要 对吧 像这个有一位 非常著名的英国的 这个哲学家讲过 如果我们是从肯定开始 我们先就定论了 就是这样 那么我们必然要从 这个以问题而告终 但是如果是我们提出问题 以问题开始 那么我们就会 以肯定而结束 你看 他们就是提了问题 于是他们就得到了结果 对吧 所以获得了大家的 这样一个共同的认可 科学研究非常有意思 对吧 你看我们很多科学家 废勤忘失 就是在做这个研究 那么什么叫做科学呢 如果是我们做一个 非常简单的定义 其实科学很简单 提出科学 就是不断地提出问题 不断地猜想它的答案 最后通过自己的验证 而发现它的猜想是对的 这个就是科学 这门学问就是科学 是吧 所以科学的发现的话 往往是一个科学家 在被困扰 被一个大的问题困扰 很久很久很久的时候 突然脑洞大开 对吧 于是他就说 哇 原来是这样 这么简单 所以我们一定要去训练 我们这样一种 提出科学问题的方法 而且我们讲到了 小朋友思考非常重要 脑洞大开非常重要 我们大脑的话 其实功能是分区的 我们的左边的脑 它非常擅长于计算 逻辑推理等等这样一些 跟科学相关的这样一个大部分 我们把这一部分称为叫做科学脑 而且这是我们经常动的 经常用的 对吧 但是我们还有另外一部分 幼老 幼老的话 它擅长于想象 艺术 音乐 音律 等等这样一些 跟艺术相关的一些东西 我们把它称之为艺术了 是吧 我们由于长期地用这边 左边老 就导致我们的很多想法 就逐渐逐渐就磨灭了 是吧 所以说我们一定要去开发 我们这个幼老 把幼老打开了 那么你就有新的想象 新的发现 而且科学家还发现了 我们的幼老的话 实际上有一百万这样的 这样的一些潜力 还没有被挖出来 所以我想的话 我们的家长 一定要带着我们的小朋友 想尽办法来开发我们的幼老 对吧 去欣赏一下艺术 来真正地来做到审美 所有的成功者 他都有一套独立地思考的方法 你像伽利略 伽利略 他在读书的过程中 就进行批判性的思维 他觉得这个书里面 是不一定是对的 而爱因斯坦呢 大家知道爱因斯坦 特别喜欢拉小提琴 他经常的话 思考是在他的音乐身中 不断去感悟 不断地去思考 所以这些科学家 实际上他们的造就 是非常非常不一般的 就是因为他们 有独特的想法 我们现在展现的 所有的科学家 他们都有自己的科学问题 都有自己的猜想 都有自己的梦想 但是某一天 他们突然用他们的智慧 把这个问题解决了 于是科学发现就出来了 所以说到我们的教育 非常重要 像我们爱因斯坦 曾经讲过一段话 叫做教育的价值 不在于学习 大量已知的知识 而在于训练你的头脑 去思考那些书本里面 学不到东西 所以思考非常重要 当然在思考的过程中 怎么去思考 又有审美的 这样一个基本的一个想法 是吧 你像我们讲缺乏 缺乏这个审美人 永远不会成功 对吧 所以我们不光是要学习 我们还要思考 思考我们的知识 这样才会有用处 世界是非常美丽的 有非常非常多的奥妙 等待我们去解决 每一个小朋友的话 实际上他们都有这种潜质 来挖掘 发现这样一些真理 善于思考 对吧 要学会怎么去想问题 特别是提出 非常有价值的科学问题 而且要学会一种方法 刚才老师也讲到了 方法会让你 办事情更有效 但是创新的思维 你是学不会的 创新的思维 你可以去感悟 是吧 你可以去超脱 你可以去发现 是吧 只有具有了这样的 一些基本的方法 我想 那我们的小朋友 就会走得更远 飞得更高 最后 我们讲 少年墙 则中国墙 希望我们的小朋友 个个都成为 大牛牛科学家 谢谢 谢谢 谢谢大家